雨田機場2號晚上5點多發生火警意外 一架日本航空班機降落時在跑道上起火 其實台灣時間7點有許多從雨田機場 抒發的國內線班機都已經取消 另外還有台灣人原定搭機回台 也因此受到影響 先代替一下稍早訪問 可以聽到首爾機場已經廣播表示跑道暫時關閉 航班也已經取消 根據雨田機場官網顯示日本時間6點到8點為止 原定從雨田出發的班機飛往日本各地都已經喊咖 另外還有班機因此更改目的地 根據日本富士新聞網報導 日本航空614班班機下午4點55分 從長期機場起飛已經改飛到大阪關西機場